你们以后吃饭没有好菜的时候 可以做个榨菜炒肉丝 好吃又下饭 榨菜我用的是这个贝德福榨菜 29块950包 它是去过皮的 口感清新爽脆 平常用它炒肉丝 炒鸡蛋 喝粥 都非常的好吃 肉丝下锅滑炒至变色 加青红椒 豆芽 榨菜 调味加生抽 蚝油 大火翻炒一分钟就可以出锅 你也去试试吧 以后你们吃饭没有什么好菜的时候 你就做这个下饭菜 简单方便 好吃又下饭 首先 准备点莲 把它切碎 开水下锅 加一勺醋和盐 这样不仅能入个底味 还能使莲藕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烫个一分钟就可以捞出 有热爆香蒜片小米辣 倒入莲藕 好吃的关键 就是倒入一包这个外婆菜 调味只需要加一小勺生抽 大火给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外婆菜炒莲藕 香辣下饭 你也去做起来吧 家人这么做 很多人都没吃过 因为外面买不着 自己做 简单方便 酥碎可口 全家人吃了根本停不下来 先用下人把刀剁碎 再搭配点肉末 藕丁 葱花 调味加盐 胡椒粉 蚝油 一大勺淀粉 给它抓拌成粘手的状态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用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炸虾枣 得用这种头层豆皮 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一袋30张左右 用它烧汤 炒菜 都可以 把肉馅放上去 尽量裹得紧实一点 边缘处刷点水封口 用我的刀剁成小块 六成油温下锅炸 开小火 炸个七八分钟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 这样做的炸虾枣 外宿里嫩 小朋友一口一个 你也收藏做起来吧